168.投資理財、樓市穩步復蘇檢便宜內訪股 2015年7月13日投資理財018019關鍵數據陳漢超陳輝重點 1.百城房價調查,再次出現環比上升城市數目月半 2.全國商品住宅銷售面積及金額同比軍見證增長 3.中國海外00688市內訪股的穩紮資選 本欄3月初指出中國指數研究院調查的百城平均房價還比重回徵數 該指數其後升幅擴大,至6月升幅達0.56% 其他數據亦相繼反映內地樓市回亂 今次關鍵數據發現,中國指數研究院的6月份 近百城房價指數調查顯示,環比上升的城市多於環比下跌的城市 出現黃金交叉 見圖一,說明中國房價上升情況擴散至更多城市 進一步確立中國房市復甦的走勢 十城房價升幅擴大約只看十大主要城市 復甦的形勢更明顯 同一機構的十大城市平均房價指數 在上月份錄得如百分之一的環比升幅 十大城市中有八個城市錄得環比上升 其中以深圳升幅最為顯著,環比升幅約百分之6.6 同比上升幅度更達百分之13.7 上海及武漢房價環比升幅逆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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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逆� 上升三成,首五個月的累計銷售金額亦同比上升5% 建圖二,同期全國商品住宅銷售面積同比上升16% 建圖三,首五個月累計銷售面積跌幅亦收窄至0.04% 展望未來房市,可留意庫存情況 據統計,在北、上、廣、三四大城市中,徐北京外,其餘三大城市截至上月底的住宅負存通數 均小於截至6月底對上一年的銷售量 建表一,表示該等城市的商品住宅房負存量少於12個月,若跟上月比較 徐北京外,其餘三大城市的商品住宅房負存通數均見下跌 庫存持續減利房價庫存減少可帶來兩個結果 第一,房地產商以價能力增加,不在低價求收 房價跌幅將收窄甚至倒升 第二,當房價轉滴為升,將引發更多資金進入房市 為房市推波助瀾,加快房價升幅 此等狀況將更有利內房股 建銀國際研究部董事總經理兼聯籍主管蘇國堅易 看好內訪顧下半年的表現 他指出,中國新開工住宅樓面面積每三至四年建一次低位 上次於2012年,預計今次已於上半年建底 銀行減息降準,也令樓市復甦周期得以確立 他表示,按過往經驗,樓價將在樓市成交上升後兩至三季 跟賞,出現兩價齊升局面 使盈率較低的內訪股份有機會因估值收復rerating而受惠 跌時影響上代觀察雖然上月內地房市延續復甦 並偶爾出現時光盤,即樓盤於開售一小時內賣光 擔除光漲,股市震盪,部分投資者因資金在股市皮套被迫然後買房 為亦有意見認為,部分願意投入股市的資金或轉投房市 且部分人選擇轉買為租,推高住宅房租金回報 間接為房價提供支持,股市下跌對房市的影響上代觀察 但內訪顧本身股值便宜,以值得讀者留意 如果搜尋讓大家看,,,... 就先進去選擇